第五集 李燕淑从顾城的那里借到了钱 还在顾城的安排下换上了圣皇百货出售的最贵的衣服 单纯可爱的她立即暂时忘记了心中的不悦 顿时晴才熠熠了起来 燕淑的妈妈夏梦一直打不通她的电话 心急如焚 直到她离开家也没有联系上 便急匆匆奔向了机场 原来夏梦和现在的丈夫还生了一个儿子 大汉不信 这个儿子君瑞患上了自闭症 这次这对夫妻就是要带着儿子去上海看病 夏梦和老韩刚走不久 燕淑就回到了家中 趁着父亲和继母都不在 韩君瑶将燕淑的行李都收拾好 放在了客厅 分分钟要将他赶出这个家 燕淑回想起八年前 他来到这个家的时候 韩君瑶将燕淑父亲的遗物狠狠地甩在地上 从那个时候起 韩君瑶就下定决心 要把燕淑赶出这个家 燕淑也早已厌倦了这个所谓的家 便提着心里头也不悔地走出了韩家的别墅 走投无路的李燕淑没地方可去 便来到了顾承泽家中 想要在他家借住几天 却被对方拒绝了 燕淑只能蜷缩在顾承泽公寓的楼道里度过 直到凌晨十分 燕淑被邻居看到 在邻居的关心下 燕淑又撒了一个小谎 说自己是顾承泽的女模样 他因为吵架被顾承泽赶了出来 富有正义感的邻居要为燕淑打包不平 暗闪了顾承泽的门铃 将顾承泽好一顿数了 好心的邻居提出让林燕淑去他家赞助 顾承泽茂密地赶到一阵不放心 便还是把燕淑带回了家 早上从酒吧把燕淑回来的那一天 连续两天 顾承泽因为处理燕淑的事情而没有睡好 对待工作一向严谨的顾承泽 竟然在办公室睡着了 这样来汇报工作的高秘书 和其他两位高管感到非常奇怪 顾承泽无意中说起了这两天的情况 更让高管们误会了他和林燕淑之间的关系 林燕淑一直赖在顾承泽家中不肯走 一天顾承泽发现燕淑生病 还发着高烧 便主动地做了姜汁喂他喝 明明呼呼中的燕淑嘴里 一直都拦着爸爸不要走 这样顾承泽动了侧影之心 整夜都守在他身边照顾他 第二天林燕淑一家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了 这可是第一天到盛红上班 林燕淑已经手忙脚乱地开始梳妆打扮 而此时顾承泽正在给自己的医生打电话 说自己原本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很好 即使遇到说谎的人也不会有过敏反应 而林燕淑的谎言却让自己反应得非常厉害 挂断电话之后 林燕淑才姗姗来吃 他给燕淑安排好了职位 便让高明叔尽快找到顾景云 希望林燕淑的存在能让顾景云乖乖留在公司 林燕淑的入职让大家议论纷纷 员工们都在猜测他和总裁有着特殊的关系 这些话都被不安好心的猪丹所听到 妈妈是超人儿近日高调宣布定档 并发布嘉宾悬念海报 据说第二季全新升级 还引入特工超人队模式 邀请到更多身份加入到妈妈超人的队伍中 网友路透爆料 董立等当红人气明星 均有参与到节目的录制 萌娃与鲜热同框 期待值简直爆棚 据节目组介绍 妈妈是超人 超人妈妈特工队环节 将邀请到惊喜嘉宾与萌娃互动 而根据此前网友路透 因爸爸去来第四季一炮而红的鲜热董立 也参与到了妈妈2的录制中 带娃有份的她 还在节目中一次挑战一带三 带着阿拉雷与安吉小鱼儿兄弟欢乐有缘 而对于超人特工队的阵容 网友抱有强烈期待 此前已经爆料 乒乓团闯 浮远爱将会加入 娱乐圈的鲜热男神 也成为热门特工候选人 同时也有网友呼唤 爸爸去来综艺中的萌娃们 在妈妈耳装回归 萌娃齐聚的场面 想必又会掀起粉丝狂欢 据了解 第二季将全方位 无死角展现风格迥异的明星妈妈 带娃百态和育儿理念 季时原资原味的 新妈萌娃欢乐日常 有了超人特工队的加入 嘉宾与萌娃也将欢乐升级 妈妈是超人 先导片将于3月23日 在芒果TV全球首播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